加一张图的部分的话就是在评语后面 你可能要加一个换航 换航后面的话取得它那个IMG的那个路径 SRC等于后面这一串 特别注意哦 你要取得这一串的话 它一定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们那个这个Static底下 有没有Static底下的那个Image 所以我就先把那六张图 直接拖拉过来就可以了 或者复制过来可以一到六 OK 那我们确认第一件事情 在我们根目屋里面会有这六张图 那这六张图当然如果你要测试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 直接在那个我们的那个 就是浏览器上面输入什么 我们的根目 网址加上Static加Image 加上那一张图 你也可以找得到 OK 如果说假如说你找不到的话 因为早上就是有同学 就是一直卡在这里 你如果找不到的话 特别注意请你一定要检查一个地方 哪个地方呢 就是你的Setting 你的那个有没有 我们上个礼拜才讲过的 就是你那个Settings 里面确认一下 你有没有增加这一行叙述 这一行叙述云端上我也有了 你就贴过来就好了 OK 后来发现 因为我本来是放一张图 有同学照打 可是照打还是错 后来发现他有 那个Jungle有改过板 你如果你的输入叙述 这个里面只要改一个地方 你可以试看 这边其实有些地方不能乱改 改一个地方错了就错了 后来发现对的先把它记下来再说 如果你要改的话 你可以改改看 我印象中好像这个地方的叙述 你前面这个名称如果改掉 好像也不会正确 你们可以玩玩看 因为我发现这个地方 我曾经卡过一段时间 后来发现对的先把它记下来 就是这样的写就对了 OK 如果假如说你这个地方不对 比如说你可能有些地方 没打正确的话 这个名称如果没打正确 你试试看 假设我今天随便改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DIR拿掉 我看看 这个好像如果你这样一改 你再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这个地方就会出现 Page Not Found 你会发现 其实大家最讨厌看到这个东西 可是如果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请你注意 对的时候做一次对就好了 那怎么对 反正就是那一行 所以那一行其实没有什么 但是你只要这一行是正确的 这一行在五云端上有 你要正确的话 Safe 你会发现 再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它又回来了 OK 所以其实对的时候一次就对了 你千万不要在那边乱try 其实你怎么try 其实最后还是规结到 你要去check一下 你那个地方到底对不对 大概是这样子 其他的话当然除了image之外 CSS也是一样 所以如果你有增加CSS 到底是一样的 你一样check一下 这个地方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那表示你怎么try都不会成功 OK 所以第一个我们也确定有了 第二个的话 当然我就需要什么 在这个地方我加一行叙述 什么叙述呢 在评语的下方多一个换行 应该是换段 P是换一个段落 然后它的image source等于什么 等于这一个 特别是static的image底下的这个图 所以我当然怕做错 我就先复制它 我就把它加到哪里 加到我的views的后面 特别是在哪里 在我们format的这一个 这一串字串里面 我就再摆一个 摆一个什么 摆一个这个东西 就刚刚讲的这个一个批换行 然后image source等于这一串 那里面的话因为有双引号 那这个双引号 目前python是把它当自算 所以我前面讲过 你要把它分 再跟那个就是 区隔的话 那你记得一定要拖一字缘 有没有 就是把它前面加一个反斜线 加一个反斜线 那这边一样会有个 那个双引号 所以你可以把它加一个反斜线 这样应该就OK了 就是这边要加一个 让它知道这个是里面的双引号 这个也是里面的双引号 那print出去才会多一个双引号 这个好像在前面几次课有讲到 那我印象中还有 你好像也可以改成单引号 好像也可以 你试试看 反正这个改法蛮多的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一样会需要 但是这个地方 01 02 一直到06要改 所以这边的话 我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大瓜糊好了 因为它不是永远是01 01的话永远过轻 那我需要再多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也许是逗点 叫IM区好了 不过这个IM区目前当然不存在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在过轻下面多一个什么 IM区等于什么 等于给它一个叫01好了 然后标准的话就02 一类推 所以我这边的话呢 就在S的下方再增加什么 增加一个另外一个变数 分别的话就是给01、02、03 那再来的话就把它串在里面 那这样的话理论上应该就OK的 然后把这个IM区的值分别改一下 它不同的逻辑判断 会输出不同的那个 这个图档OK 然后呢就直接这边输入上去 那我就直接让它run一下 理论上如果这边OK 没有问题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save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关键的时刻就来了 就是直接run一下看有没有成功 如果一次成功的话 那表示应该就没问题 如果